今年41岁的源泉 曾与同届的张子怡 梅婷 胡静 曾离 傅京 秦海路并称中继七朵金花 多年过去 源泉凭借着自身不俗的魅力 依旧还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气质女神 近日 女神源泉现身参加品牌活动 身穿一袭黑色网纱连衣裙 再次优雅出新高度 当日的源泉亮相 Loyer南京德基广场开店活动 她身穿一件Loyer 罗伊威黑色拼接纱网连衣裙 虽说这款裙子将近两万二的价格有点小贵 但好在源泉能穿出其中的美感衣服 基础 款的原领能增加减零效果 而素雅黑色则给人以妆重与沉稳之感 身穿高雅素色连衣裙的源泉 单间跨背Log新推出的皮质旗带手带 一身穿半搭配起来 可以说是协调感十足 另外 在这一身经典优雅风造型当中 源泉还在脑后扎起了一个小啾啾马尾臂 从侧面看瞬间变得俏皮了不少 少女感力线 就当我沉浸在源泉的知性大方气质当中无法自拔时 女神又很是优雅的回眸一笑 于是这也成功被我发现原来这身素色穿弯的重点 是在背后 这款Log连衣裙 在背后又用得到三角落空挖洞设计 可以说是创意十足 也使得穿着源泉的蝴蝶美被弱眼弱现 带来些许性感异味 纵观源泉此番出席活动的造型 从正面看 她身着一席黑纱裙搭配肩头细高跟鞋 优雅且端装 从背面看 竖腰的款式能突出腰气 到三角形的镂空和衬托美被 很是性感燎人 话说女神源泉居然如此时髦 单单这样一条连衣裙光是通过正反面 也能穿出不一样的风格效果 其实要是这样说起来 源泉对于连衣裙的诠释 可一直很是令人称赞呢 亮相央视的朗读者节目时 源泉身着一席白色白者连衣裙 不占或左 都能静静散发出他纯粹 而本真的气质与内敛 其身上所穿的连衣裙 来自于国内最具知名度的超模绿 所创立 并主理的年轻设计师品牌 COMMEMOI 随着源泉的缓缓走来 人们才发现 原来这席连衣裙在裙身上又额外增加了不规则 搏纱修饰 使得源泉成功穿出了既飘逸又灵动的仙饭玩 出席某品牌活动 源泉身穿一席 斯底拉卡 另丝绸衬衬衫和半裙的组合 极尽优雅与贩脸 若是单单强调利落和端装难免有些疏漏 毕竟在这身造型穿扮中 源泉腰间的和叶边修饰下摆 可是绝对凸显少女情怀 那 身着一型粉色长裙搭配细带 高跟鞋的源泉出席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甜蛋清雅 柔美动人 领口处的条纹修饰和上半身的扭扣点缀 都为其整体温暖知性风的裙装 增加了几分时尚感依味 又或是现身的Xpermelo2Cmelo版样活动 上身露肩搏纱上衣下搭白者裤裙的源泉 看起来优雅而又从容 此时此刻微微露肩的源泉 是不是看起来别具风格与魅力呢 至于你想问的为什么 源泉能把连衣裙穿得优雅又有态度 我只能回答说气质太重要了 你看 连抓牌图中其侧面 都大写着从容与淡定 是问这样的源泉穿起连衣裙 又怎么会不好看呢 话说回来 源泉在你心目中 算不算是女神呢 声名文字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